请王委员玉敏发言 主席各位订阅同仁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本席要讨论的是如何落实两公约保障路配应有的权益 大家都知道近年来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日益密切 因为结婚而来台定居的大陆配偶已经有30万人 他们离乡背景来到台湾组成家庭成为台湾的新移民 他们的权益也应该受到公平合理的对待 依照现行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规定 大陆配偶来台依亲居留之后 最快需要六年的时间才能取得身份证 然而我们看到外籍配偶一样来到台湾 他们只需要四年的时间就可以取得身份证 同样是婚姻移民却出现这样的差别待遇 本席认为这我们是不是有特别去歧视大陆来的新移民朋友呢 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根据内政部移民署的统计 最近五年申请来台居留的大陆配偶一万两千人当中 其中年龄在二十到四十岁当中的约占八成 后过自由恋爱结婚比例也逐年增加 显示两岸婚姻已朝正常化的方向发展 面对这个趋势 政府的确有必要从人权保障的角度 调整大陆配偶在台湾的生活权益规定 至于部分人事忧心放宽陆配取得身份证的年限 会使假结婚的情况大增 然而本席认为要杜绝假结婚的问题 应该要从加强面谈查访机制才是正本亲缘之道 不能因此预设立场而牺牲多数正常婚姻的陆配权益 而我们也发现大陆配偶尚未取得身份证之前 他其实很多权益都会受到限制 包括即使他是身心障碍者 他没有办法取得身心障碍者的资格 也没有办法取得政府任何的社会救助 一旦他离婚之后 其实也没有办法取得孩子的监护权 会立即丧失居留权而被迫离开台湾 而要找工作很多雇主也会因为他还没有取得身份证 不敢雇用导致他们求职碰壁 无法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 本席要再次呼吁我们已签署两公约 我们应该要根据公民政治权利公约第26条 及宪法第7条所揭示的平等原则 禁止对人民的种族原生地不同而有出现歧视的状况 本席要再次呼吁 我们应该要从人权的角度 让大陆配偶其实跟外籍配偶相同 才能落实宪法反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